現在有讀經的時間 詩編第八篇第一節 我們一起讀 耶穌說 我面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我將你的榮耀彰顯於天 你因敵人的緣故 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我觀看你子頭所造的天 被你所陳設的月亮升壽 便說 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 世人算什麼你竟眷顧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笑一點 並賜他榮耀尊貴為官面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使萬物就是一切的牛羊 田野的獸 空中的鳥 海裡的魚 凡驚行海道的 都覆在他的腳下 耶穌說 我面的主啊 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這篇詩編一方面說到 神的榮耀 神的榮美 神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即是全地我們看到神的美麗 神的創造的美麗 神的工作更新人生命 拯救人生命的那種恩典 以及你的榮耀將勸於天 神你的榮耀 你創造的榮耀 你創造的天地賣物 都是非常榮耀充滿美麗的 即是彰顯於天 我們看到這篇詩編一方面說神 另一方面說人 其實我們宣說信息 都是一方面說神 神的美善 然後宣說關於人的信息 神因為敵人的緣故 從嬰孩和吃奶 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 使仇敵和報仇的閉口無言 意思是什麼呢 神的能力是透過軟弱的人 譬如我講一個例子Phoebe 當我告訴她 你領受這些信息 神有個意思在你生命中 神要用你的 她說不行的 我真的很沒用的 我很軟弱的 不行的 但這個經文就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神是要從嬰孩和吃奶的口中 從寶寶 從簡單的人的口中建立能力 耶穌也都 不是耶穌 寶萊也都說到 神在簡選那些 世上軟弱的 叫那些強壯的羞愧 簡選世上如絕的 叫那些智慧的羞愧 神是能夠簡選平庸的人 軟弱的人 當我們聽神話 就會彰顯神的能力 神的榮耀 這樣就叫我們能夠 在攻擊神的人 閉口無言 看到神的彰顯 神的能力 事實上現在太多基督徒 很軟弱 我希望大家都說 神你幫我有美好的見證 能夠影響周圍的基督徒 不是去攻擊牠 是建立牠們 我們看到牠軟弱 是建立牠們 到了末世的時候 不要有那麼多人跌倒 因為耶穌說到那時 必有許多人跌倒 很多人被陷害 被恨戶 是有很多人跌倒的 所以我們的呼召就是 神幫助我們興起更多人 事奉神 也幫助更多人 站立得穩 使得我們無論我們有多軟弱 只要我們聽神話 親近神有能力 我們便祝福人了 然後牠就看到神所創造的 你指頭所做的天 和你所陳設的月亮星秀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真的安靜望天 我試過小時候 在天棒 在天棒 在頂上有個位置 我們躺在那裡 看著天 很特別的感覺 當時的星和現在不同 那時真的有很多星 現在你看著天 是沒有什麼星 因為太光了 那時真的有很多星 一直飛飛 飛好像無窮無盡的感覺 我也試過有一次 駕車去到一個地方 在外國 我看到星很漂亮 那條路是很長的路 是沒有屋 沒有任何建築物 很長的路 那我就看到星很漂亮 我就下車去看一看那些星 看到星真的很光很光 真的很特別的情境 所以大家如果有機會去到一些 比較靜的地方 黑的地方 你可以看一看星 就可以看到 神的設計真的很漂亮 你看到星真的很漂亮 我們很難形容 只要親眼看到 我們是很難形容 我看到星鏽的時 他就看到一個意念 人算什麼 我們算什麼呢 在這個宇宙裡面 我們是多微小 好像這麼軟弱的 但是你顧念我們 世人算什么,你竟然眷顾我们 你眷顾我们,找我们,拯救我们,改变我们,提升我们 你叫他给天使微小一点 虽然我们不是天使那么有能力,但我们给他微小 但你给我们有荣耀尊贵为官面 信耶稣的人有神的荣耀,神的爱,神的圣情 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圣情,满有耶稣的 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有耶稣的那种柔和谦卑,有耶稣的爱 这个就是,虽然我们软弱,神那么有能力 但我们居然有荣耀尊贵为官面 他就派我们管理他所做的 使万物一切,所有牛羊这些一切都伏在脚下 不过可惜就是人类现在是浪费资源 是伤害这个环境的,杀死动物 譬如有些鱼船捕鱼之后,那个地方是会没有了鱼 为什么呢?因为它用拖网 拖网是什么呢?它拖到水底 将水底的珊瑚、植物全部拖烂 它会将那些鱼全部捉住 但是后果就是那个地方变了荒莓 这个就是好像这个世界的人 他不会看后果,只是我现在得到什么 就破坏这个世界 然后第九节,最后他就说了 耶路华,我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多么榮美 盼望我们都说 神啊,你这么荣耀 我们这么卑微,你这么美丽,这么有能力 求主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 满有神的恩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